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1月8号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 川普现在正在德州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 这几天呢,川普肯定会出奇招翻盘和抓捕叛国贼 今天呢,首先给绝望、伤心、愤怒的网友 先带来几条好消息 一,利物的律师,推特虽然背景 但他在parler发消息说 川普已前往德州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 然后呢,就有别的网友贴出了 川普总统的飞机在傍晚6点58分降落在了德州的军事基地 另误的说,川普在德州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 观看了国会山犯下叛国罪 国会在彭斯命令的帮助下正在犯下叛国罪 川普没有军队的支持 川普可能出现在德州的国防指挥中心吗 川普把一个空荡荡的白宫甩给了拜登 意味着河岸有军队指挥权、情报密码 拜登什么都拿不到 只有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子 那我们就猜一下 川普去那会干什么呢 川普是善良 但川普绝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现在所有的法律、国会的途径都被堵死 那接下来采取非常鬼手段就顺理成章了 在现在麦康纳尔已经把和平示威的民众定义成暴徒的情况下 在ABC News叫嚣 是时候该清理全国的川普支持者的情况下 拥有几亿枪支的这8000万川普支持者 会束手就擒任人宰割吗 这些被逼入绝境的8000万美国人 肯定会起来战斗的 林伍德还继续发了个重磅消息 他说该休息了 我必须熬夜观看历史上最大的尝试偷窃如何终结 现在这是完成的犯罪 很多叛国贼在未来几天都将会被抓捕或被投入监狱 川普总统将会再任四年 看到了吗 想要逮捕犯罪分子 必须要有完整的犯罪证据 而现在呢 已经全部拿到了 二 代理国防部长授权超过来自六个州的6000名国防卫队到华盛顿维持秩序 一定要记住 2016年的川普上台也不是川普 想要进选 然后登高一呼 上台一演讲 民众就选了他 若没有阿桑奇的危机爆料 希拉里邮件门 川普不可能上台 而阿桑奇在那个奇妙的时间点爆料 还有那么多局密信息 没有正义的军方情报朋友的支持 可能吗 以暗黑势力的强大 阿桑奇还未发生 就有可能消失了 所以自从川普要参选那天开始 就不是川普一个人在战斗 他在身后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各种力量在支持他 尤其是军方的某些力量 三 在1月6日郭先生在与战友连线直播中 郭先生说 美国目前在这样闹下去 川普将永远是合法总统 120被打破 美国认证制度被打破 和平过渡被打破 川普有了飘在空中的总统权 加上美国特别国家行政令 美国已经从三权治国 到了国家混乱时的行政伟大 权力都集中到了总统手里 所以川普目前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出现了特殊的国家安全情况 什么反叛法 戒严法 非撒法都可以用了 再使用什么手段都不是伤害 都是帮助 这是本质的不同 之前不敢说 但现在呢 可以说了 新中国联邦设定的计划可能会被执行 说完了好消息 再说几个坏消息 一 麦克彭斯不许议员辩论 后来以参院议长的身份 宣布拜登哈瑞斯获胜 可笑的是 宣布完拜登当选后 一个贵重的物品就被交到了彭斯手里 然后彭斯小心翼翼的揣到了自己的兜里 看来这是习近平给彭斯的一块信物 现在只有爱普斯坦岛的小视频 尤其是利物的说的 你十三四岁的小男孩的视频 可以让彭斯清醒了 二 昨天华盛顿的警察用大车护送安提法去华盛顿 还有一个国会的保安给那些冒充川普支持者的安提法败路冲上了二楼 这都有视频放出来 三 参院以93比6 否决了克鲁兹等人的挑战 怎么突然想起了戊须六君子呢 坚持到最后的这六个议员既悲壮又令人钦佩 四 扎克伯格宣布川普被禁止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至少两周 佩洛西呼吁彭斯立即启动宪法25修正案 移除川普 否则国会准备弹劾多么猖狂的妖魔鬼怪呢 在12月25日 郭先生就说过 关于川普总统大选 别看芝麻细节 看最后一天 1月20号 谁最后举手是最关键的 1月6日不是最终的日子 是1月20日 有1%的可能干到2月去 但最终一定是川普总统 不管中间发生啥事 听听这段话 这可是12月份说的 郭先生早就告诉大家 1月6日不是最终的日子 有的网友说 郭先生不说川普100%当选吗 怎么1月6日没成啊 郭先生可没说1月6日 他说是1月20日 还有可能到2月份 但最终一定是川普当选 在美国时间的1月7日 郭先生发了个盖特视频 在视频当中 郭先生讲了 从昨晚到现在 很多人给川普说 怎么样 你错了吧 川普输了吧 郭先生说 现在离1月20日还早着呢 2 美国这次大选 让我们看清了 谁是战友 谁是朋友 谁是兄弟姐妹 昨天美国遭受的这种祸害 他将成为百倍万倍的力量 把共产党给毁掉 共产党你完了 在美国时间的2021年的1月7日 郭先生做了个一个多小时的直播 他主要讲了 只有爆料革命准确的告知了 美国大选的这个滑稽的进程 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让大家关注两个副总统 美国的这次大选 不是川普与拜登的竞选 是川普与共产党的竞选 美国早已不分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早就勾结在一起 昨天就是正义与邪恶 懦弱与勇敢的展示 昨天在国会山已经没有法律 没有程序 二 昨天死了四个人 杰弗逊说过 民主之术是要用人民的鲜血来浇灌的 昨天冲进国会山的有川普的粉丝 但共产党非常善于参沙子 里面参见了安提法的捣乱者 在川普号召1月6号 美国人去华盛顿游闲时 郭先生就提醒了他身边的美国朋友 1月6日可能会出乱子 但郭先生说他自己人为言轻 人家听不进去 三 但凡对中国历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共产党利用以假夺权 以黑夺权 屡试不爽 从8964到香港 现在用到了美国 4、政治本身就是鲜血、勇气、邪恶、失败、阴谋、阴谋、背叛和付出 混在一起酿造而成的人间的悲剧的结果 而人们还离不开它 5、这次美国大选给美国人 全世界人带来的最大伤害是 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弄没了 让人与人之间的猜忌达到了顶点 美国再也没有了团结 一下子把美国搞分裂了 勇敢和包容性也失去了 这些都是共产党干的 共产党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制造矛盾 它在美国成功了 6、美国在8964后帮助中共强大 在香港玩弄政治 包括川普总统 今天的美国就变成了去年的香港 川普从1月3日一直跟流氓讲道理 没有任何行动 跟流氓不应该讲理 是要跟流氓讲实力的 美国人在香港问题上搞现实主义 美国人知道共产党的邪恶 但还是与共产党一起奴役 14亿中国人 今天美国变成了70年来 中国那样的大粪坑 所有的臭味扑面而来 7、昨天川普对彭斯的背叛 麦格运动的被人利用感到震惊 川普太低估共产党了 有勤怀的商人跟政客比还是不行 玩不过政客 政客必须黑心黑肺 政客就有流氓属性 颠倒黑白的能力 现在离1月20日还早着呢 有智慧有能力的人 不需要13天 13分钟就够了 不是非要戒严法 8、8千万有信仰的美国人 才是爆料革命真正的朋友 不能再依靠个人 这8千万美国人一定会追究病毒的来源 责任让共产党赔偿 和共产党在美国大选背后的操控 10、从昨天以来 很多美国人找到郭先生 要和郭先生一起take down the CCP 美国人的这种永不妥协 永不放弃的战斗精神 值得我们战友学习 美国人真的是为自己的信仰追求而战 1、川普总统绝对不会放弃 爆料革命和8千万有信仰的美国人 一定不会放弃 战友们准备好心脏 过山车真正的开始了 共产党3F美国接近成功 蓝金黄美国和欧洲绝对成功 但一定要记住 邪恶就是在快要达到目的时 被阳光正义彻底的摧枯拉朽 在昨天美国时间的1月6日 郭先生有个9个多小时的连线战友的直播 昨天我说了一半 今天我再总结后半部分 郭先生主要讲了 1、从1月6日起 南希·佩洛西召集的会议 有的州有的议员就可以不参加了 然后各州就可能宣布 我州执行这个法 那个州说我执行那个法 各州法开始凸显出来了 最后大家只能坐下来重新验票 川普是整天与民工黑白两道打交道的房地产商 民主党肯定玩不过川普 最后一定要验票 2、招之亚州两个参员的补选作弊过程 全部被录下来了 去华盛顿的那些人 很多是教会和麦格组织的 很多人还带了枪 香港的游行 很多是香港的大武教 陈日军在背后组织支持的 现在美国的教会也站在了川普身后 支持川普 尤其是麦格运动 不是跟共和党的 是跟川普的 川普四年之后 麦格的组织领袖 比如班农 朱利安尼等 就会站出来了 美国的政治大戏 从1月6日开始 川普无意间成就了2024的总统候选人 班农 蓬佩奥 霍利 克鲁兹 这个麦格直接干翻了国会那些人 林肯先是共济会 然后才成立了共和党 3、维加诺大主教 代表着天主教会的支持川普力量 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罗马教廷 有近2000年的巨大财富和情报网的延续 世界上最大的权力 是掌握别人秘密的权力 全世界能合法掌握全球秘密的地方 就是罗马教廷 因为方继各来源于阿根廷 他不掌握这些秘密 掌握这些秘密的是维加诺大主教这边的力量 而这个力量现在是支持川普的 为控制钻石的犹太人说 我们家控制世界上多少多少钻石 我一句话 钻石就可以长多少倍 但一位负责教皇出行安排和警卫的人说 我只要说一句话 我就会让你们家的钻石比石头还不值钱 因为世界上所有最昂贵 最稀有的东西 这些罗马教廷的人分分钟可以给你干掉 他们在全世界的信徒中毒 且这些信徒全部都相信教廷人说的话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最牛的牛人 证明自己牛的方式是跟教宗合影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